启禀大将军 曹军十万大军已经攻打到 国安城外 二公子受曹贼三子的挑衅 出城迎战 不想 却被他们算计 你说什么 那我二哥呢 我二哥怎么样了 二公子三宁死不屈 他自尽了 将军 将军 你要保住身体啊 我又来晚了一步 二哥为什么不等我来再出城呢 将军 顾安已失 那我们怎么办 将军 我们现在已经击退张辽 不如趁此机会杀回古安 使不得 曹军现在兵马众多 而且曹贼手下大将们皆在 如果我们现在贸然打过去 只会百败送死啊 可二公子的仇不得不报啊 仇可以来日再报 留得青山在 不怕煤柴烧啊 将军 将军 你们都不要再说了 一招走错 满盘皆输 若今我原家大势已去 我们只能暂退吾环 来日再进兵中原了 名字就能炫鞋 愿喜你自禁 愿阻断 照顺 bow 让上残病 遇 luz 守护其中 执起盼 草草侧荒 孤雲孤岸 你进来了还想出去 放开我 放手 放开 不要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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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允许你们骚扰父女的 还不退下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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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你没受惊吓吧 多谢公子相救 请问公子遵性大名 姓草 明知 自子见 狗贼 看招 放开我 你是什么人 为何要对我出手 你给我听着 来 姑娘心愿 胆明病 全族被你们来祈礼 愿是老幼佑 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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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들�ύ� 老太要求 你准处 劲 抖 那她 都不在他 参加 圣子 两军交战面对面 何来世仇算不起 应算不起 世仇算不起 那你可记得被灭的元氏一族 元氏一族被灭亡 曾经尊重贤昭安 元氏烧起奔冰身亡 赶尽杀绝丧天良 丧丧天良 姑娘 你所说之事 并非事情的真相 请姑娘听子剑道来 身上下命 公叶尘 围绕百姓舍地柄 守抚几周世神灵 怪我父子 不同情 应不同情 不要解释 我才不要停 云姑娘 自剑陈兴芳姑娘 希望花结愁与缘 看他真心将我绣 吻吻诚恳 我难记仇 我难记仇 元姑娘 你认为子剑说得有理吗 我 曹公子 仇恨不是元氏一个人可以化解的 不过还是要多谢公子方才救命之恩 姑娘不必多礼 曹公子叫我冰儿就可以了 冰儿告退 看他 应该是一位聪明明理的女孩 战时连连 何时 何时才能探索 他 优优医 我 他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等誓死效忠主公 文元 我等皆是欢喜 为何唯独你欲欲寡欢呢 罪臣张辽带兵阻击袁上 未能取胜反而挫败 让袁上逃到乌魂 请主公治罪 张将军 快快请起 将军骁勇善战 自入曹营 将军骁勇善战 更是战功标柄 武师逆为擎天柱啊 自攻叶城 收并中 还有这次攻打顾温 更是战功贤柱 若没有张将军 我曹操就如同没有了左膀右背 如若不是我这次大义轻敌 就不用再次发兵乌环去追杀袁上 中原就此统一 将军有所不知 那袁上不再乌环 那乌环三郡也连年冰剿中原 就算袁上不去 我曹操也留他不得 那末将愿再做先锋 定取那踏盾手机风筝 好 那本将军就命 你和武儿子剑同为先锋 择日征讨乌环三郡 末将定不负主攻所望 好 起来吧 副帅 孩儿有一事相求 有什么事情 尽管说 孩儿 孩儿 不想再去误还 只愿安心留在顾安 还请副帅 应于你 子介 你是不是因为 大病出狱身体不适 还是另有原因呢 副帅 主公 三公子确实有些身体不适 休息几日便可痊愈 好 那好 那我们大家就在顾安 多休息几日 择日 我们再争讨无还 副 三公子 若身体不适 不如早些休息吧 不如早些休息 不如早些休息 副帅 我偷有一些晕 不胜久力 孩儿 先回房休息 嗯 好 五言 服务 公子回房 好生照料 嗯 海儿告退 去吧 好 母亲母亲 看你这么高兴 是不是有什么捷报传回来 嗯 是啊母亲 父亲传回捷报 说这顾安已经平复 算来这冀州 已经全部收复了 这么说 子监跟子环 皆是建立了奇功 那你爹就可以上禀皇上 赐他们两个义官半职了 母亲 这去顾安的只有子监一人 子环 子环被爹留在了南皮 你爹为什么不派他出征呢 女儿想 这件事还是跟甄府有关系 此话怎说 母亲请想 子环若留在南皮 子环若留在南皮 未得召回叶城 那父亲凯旋回来的时候 就没有人可以阻止他 去甄府为妾了 这父子俩 居然为了一个女子反目 真是蒙羞啊 可是母亲 这子环深爱着甄府 此事要怎么办才好啊 这子环的个性好强 跟你爹是一模一样 如果他真的爱上那个甄府 那他肯定不会放弃 看来我们只好等你爹回来 我再好好地劝劝他 要他成全子环跟甄府的温室 可是子环现在南皮 又如何能回来呢 对了 最近贾许跟崔岩两位大人 曾经来找过我 他们说 铜雀台正在日夜赶宫 希望在你爹回来之前 就能够完成 以示庆祝 咱们可以利用这个铜雀台的见句 所以叫子环回来 这是个好方法 还是母亲想得周到啊 孙姐姐 崔妹妹 什么事啊 这么高兴啊 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好消息 是顾安来消息了吗 子贱她怎么样了 你看看 我的崔妹妹啊 就是冰雪聪明 一下子就猜到 是自己新上人的消息 哪有 人家只是担心三公子 刚才叫子剑 不是挺亲切的嘛 怎么又改口叫三公子了 我 二公子你来了 子文 她在哪儿啊 姐姐还逗我 你看我一说二公子 你也着急了 我是好几天 都没见到那个臭家伙了 说是公务番吗 都没空陪我 好 好了 不说话了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 子剑随着大将军 已经攻向顾安了 真的啊 真是太好了 那他们很快就要回来了 唉 好是好 可是他们暂时还回不来 为什么 我听说原上去了乌环 大将军还要再去征讨乌环 唉 怎么刚去了顾安 又要去乌环 这样打打杀杀的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各国诸侯成雄 用兵子重 生在乱世 身不由己 姐姐 我们就不用想那么多了 好在现在中原还算太平 相信很快就会国泰民安了 是啊 可是我父亲现在身在江东 我真的很担心他的安危 那就赶紧回去看望一下他老人家呀 真姐姐已经与夫人辞别 回老家探望亲戚去了 真姐姐她走了 嗯 我本还算去找她呢 已走了数日了 现在 不知道到了没有 为了此间 离家门 渴吗 一路无点 对 再来 真是 你 买 梁 我 女柴群 女柴群 这里真美啊 本身回来每个 千金玉玲 千金玉玲 本身月铃首枯齐 为了万苦皆忘记 通计判斤 早日到南平 到南平 小姐 一对三公子真是太好了 四丫头 静下说 小姐对方 多期待 公子无悔不应该 无悔征服 并不怀 感觉甜蜜在心怀在心怀 小姐 你对三公子的爱 那真是惊天地气鬼神 我看你对无言也甚有好感 不如我去对子剑说 让你与无言配成双怎么样 小姐 你 你乱说 我不来了 若是我和子剑真的能够长相厮守 再把子嫣配给无言 岂不是美式一桩 叔父 仙侄女辛苦了 咱们还有多久才能到南皮 往前去不远处就是南皮了 真是太好了 仙侄女 咱们走吧 好 好 啊 属于春色红口袋 为君弦 情无弦 娇媚多子不善善 她不善善 好啊 这无智的词写得是真好 大公子天心 光说无色夫的词好 那么郭小唱得好不好 跳得好不好啊 好 自然是好 你们 下去吧 诺 哎呀 我不管了 光说人家好 可是一点奖赏都没有 奖赏 要什么奖赏 我有一个弟弟叫郭昌 他的文才绝不输给无色夫 他早就仰望大公子的威名 想在大公子的麾下当差 哎呀 大公子 你说好不好嘛 啊 如果他有这个能力 自然是好 那你算答应了 快叫郭昌 大公子要召见 喝酒 来 小人郭昌拜见大公子 起来吧 谢大公子 既然你是女王的弟弟 那我 就破例把你留在我身边 不过 你必须小心谨慎 如果犯了错误 我也绝不轻柔 是 是 过场谢大公子收留 起来吧 非职见过大公子 吴先生 免礼 谢大公子 大公子 顾安传来捷报 主公已经打败援兵 占领顾安冀州以平 园上带兵逃往三郡乌环 这个 早就在我意料之中 不算大事 大公子 还有一事 可谓大事 讲 大公子 卑职打探的消息 朝廷欲罢三公至丞相之职 主公会被选为大丞相 并封决为卫公 但有一句话 被指 不知该不该讲 讲 照实说 大公子 主公欲攻打固安之时 曾提及过此事 并言道 这三公子能打破固安 主公尽为公侯 那主公就会 就会怎样 照实说 主公就会 选三公子为世子 这三公子 拿酒来 我要痛你 拿酒来都没有听到吗 我来拿 我来拿 你说什么 主公已率兵 前往固安了 是的 糟了 我们来晚了 那我们怎么办呢 立刻启程 赶往固安 有劳这位将军 给我们书职背个马车 我们要前往固安 诺 陈大人 陈大人哪 卑职 吴智见过陈大人 吴大人不必多礼啊 这两位是 这是老夫的内侄和他的书童 前去参见主公的 陈大人 主公已经攻下固安了 我们更应该前去了 陈大人 陈大人 大公子正在城内 陈大人就不见上一见 这个 你看我 已经让守军给我书职去背马车了 我看 陈大人 这准备车马也要片刻 大公子正在厅内饮宴 大人一休息片刻一来用餐 二来与大公子见上一见 也不着急这一时啊 来来来来 请请请 大公子知道你来了 肯定会很高兴的 小姐 来 陈大人请 大公子 请 你 禀大公子 陈君谋陈大人正要去固安见主公 路过此地特来见过大公子 属下陈林见过大公子 你 不知大公子有何事迅事 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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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大人 你 你好大的胆子 呃 陈 不知大公子所指何事啊 你自己心里有数 难道 是要我说出来吗 他 是谁 回大公子 他是臣的内侄 内侄 大公子 你喝多了 回去歇着吧 来 来嘛 陈大人 马车已经备好了 多谢吴大人 大公子 臣告退 慢着 大公子还有何事吩咐 陈大人 你既然来看我 不妨 在此 多留几日 这恐怕不妥吧 属下是奉主公之命 您有殊喜 副帅那里 我自毁担待 你若执意离开 休怪我 把一些事情 说出去 诺 不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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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四方之会 如若主公亲自带大军远征塞北 刘表定前的刘备齐其许多 到此 刘表战继许多 已号令四方 主公则陷于被动 我们辛苦打下的中原 都被刘表所拒 正当乌环三郡 只要我与三公子亲率十万大军 必能攻破 还请主公三思 张将军所言不错 刘表称雄京江 占地数千里 代价二十余万 主公不得不防啊 两位不愧是我曹寅暗将 两位竟为本将军想得如此的周全 只不过 只不过那刘表虽然拥兵自重 但生性多疑 且利益自保 并无四方之志 所以他是不会兵犯中原的 嗯 杨主部不愧我曹寅的智囊 本将军话还没说出口 你杨修便已知本将军的心意了 主公过奖 杨某不过猜测 杨主公的心意罢了 昔日 我攻吕布 表不为寇 官怒之战 他也不畏原始 如此自首之贼 以后而图之 此次本将军断定 以那刘表多疑自保之心性 必不能重用刘备 此次我军尽管可以放心地出征赛北乌环 主公 据德族所知 乌环三郡兵力约有二十余万 而且常居塞外各个骁勇善战 其骑兵尤为厉害 只怕我们十万大军不能立敌啊 不必担心 末将有一办法 张将军 说来听听 踏顿骑兵虽然骁勇 但是各部军风不整 列阵不齐 五环柳城外有一处山叫白狼 此处地势险要 再好的麻到此也不能行走 道士只需徐楚于晋 徐晃三位将军配合 我与三公子先将踏顿骑兵 引至此处围而诛杀 定让他有来无回 道士主公只需在白狼山顶观战 待末将取拿踏顿手机便可 张将军 不愧为我曹营五子梁将之手啊 进封张将军为荡寇将军 并将本将军之麾齐也授予将军 谢主公 奴环一战就靠将军了 末将定不负主公众望 快快请起 末将人 末将军把劲够交给大职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白星流离 试赶连 四处海角赶阁起 山河一同 大河年 盐望天涯景春色 东去万物已昂然 独出海角 行人寒 阳望海云苏愁畅 白云又有趣不贵 白云又有趣不贵 流下了满腹的情泪 浓浓又远 划不开 分别至今半年多 东正西套在奔波 东正西套在奔波 南海云苏愁畅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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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畅 黄山河 Then云苏愁畅畅畅 enjoy 自剑 德祖 何事 方才大将军召见我等 前往议事厅 共同商讨 征讨乌环之计 借此一举歼灭袁上 即踏盾 大军不日就要继承 你为何仍借病未遇之故 不来呢 我实在不想再随军出征 暂留故案 方才大将军召见我等 前往议事厅 共同商讨征伐乌环之计 借此一举歼灭袁上即踏盾 大军不日就要继承 你为何又借病未遇之故 不来呢 我 实在不想再随军出征 暂留故案 赵盾 你变了 变了 你变得消沉 你变得多愁 你变得失忆 你变得丧志 我没有 有 我没有 有 你不用否认 你是为了一个女人而改变的 你为了她神魂颠倒 你为了她仇怀难排 你可知道 你副帅对你的期望有多大 现在大将军 已经收服了记忠 若在平定三郡 大半江山静宁 日后皇上必封为公侯 而且 主公对你最为宠爱 你也是知道的 出征公安之前他也说过 日后世子之位必传于你 我不想当世子 我不想继承复制 我不想 由不得你想不想 你的才气 你的智慧 堪与主公比拟 你可千万不能让他失望啊 不 我不能 你能 你只要将那名女子忘怀 你就能 你不要再说了 我不要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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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梓剑 杨修刚才所说的 那紫剑心里的女子究竟是谁 为何我从未听紫剑说过呢 草兄 在 大军这两天就要出征乌环三郡 你 速去查清 那紫剑心中所喜欢的女子究竟是谁 诺 我 紫燕 你停下来好不好 我停不下来啊小姐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要是被大公子知道 是我 不就糟了吗 小 公子 咱们是要去顾安的 如今 大公子帮我们强留在此 万一呗 公子 怎么办呀 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 这可怎么行啊 公子 这可怎么办 乔装改班 千里来寻人 日游过年夜担心 一路奔波 苦手寂 谁知此人非彼人 千算乱算 难留天亦算 国之重重受艰难 我为此间什么都不孝 此情不是光顾爱 小姐 子言知道 你为了三公子 不管多么辛苦 都不害怕 小姐 小姐 坚强 心坚振 真情别悔感动神 如今醉泡 公子能别人 认出你是她的一种人 小姐 坚强 心坚振 但有此事 真负极实 如同被囚难脱身 残住不必须 小心精神 暂时暗局 莫出航门 可 可 想 公子 那 那用膳的时候怎么办呢 只有托臣叔父派人送来 就说我 说我感染上风寒 暂时不便出门 黄地 这下武 九山 从哪儿都不错 你与了开往 那你不敢不命 你不能把大公子 走 这被大公子 再鲜尘尽 再说我还不损 这你也不可 就看了 这三公子 他跟大公子之间也起了一些摩擦 所以我们只能了解究竟是为了何事 才能解开他们父子之间的心结 我这姐姐真够笨蛋 他不去勾结三公子 为什么去勾结大公子 这下我还想要平铺青云可就难了 这几天经过和大公子的相处 他心中甚有报复 个性倔强不服输 这都跟主公十分的相似 虽然他目前受了一些小的挫折 但我相信不久的将来 必定能振翅高飞 那你是要跟随大公子了 那我就赌上一赌 反正我平身好赌 这次就赌个大的 赌 赌 赌 你就知道赌 你可知道你姐姐我已经赌输了 姐姐 咱们没输 刚才吴大人已经给我们分析过了 他决心要跟随大公子 我也决定将这辈子赌上一赌 可是我还是赌输了 你可知道大公子 他爱的是什么人 当然是你啊 我听说大公子爱上了元希的未婚妻 为了此事才跟主公心存芥蒂 你听谁说的 人家吴大人 当然会四处打听 哪像你一听到完就知道赌 可是我一直以为大公子爱的是姐姐 这下完了大公子又不得事又不是爱姐姐 什么时候又出人头地的一天哪 你还说呢 我还知道真福已经来了 在哪儿 人呢 既然已经来了 那为什么没进城呢 你们这些男人 当然不会注意了 我在大厅的时候 就觉得奇怪 怎么会有如此细皮白肉娇小的男人 果然不出我所料 你的意思是说 是陈大人的内侄 没错 就是他 参见主公 草修 查得怎么样了 属下这几日都在注意三公子的举止 三公子时常拿这一幅图画在观看 那画的是人 是我 照属下来看应该是人 人 那你可看仔细 那画的是谁 禀主公 图像每日陪伴在三公子身边 一摊 杨修参见主公 杨主部 你来得正好 本将军正好有事要问你 主公请说 我知道你和我儿子见 此言 交情深厚 想必子见的心事 你是必然知道的咯 蒙三公子不弃折交 杨修宠容 好 那本将军问你 子见的心中到底爱何人 这 这 说 公子已爱珍世 此事曾并主公之 作词 作曲 作词 桃皮手则是在前 羊羞怎干朝食言 他若且鱼子间 羊羞已回首前面 怎么 说一个女子的名字 难道就这么难吗 三公子虽然跟属下情分甚好 可这位女子的名字 却始终没有透露过 那日你们在花园之中 所说的女子是谁 花园之中 杨羞 要知道天下所有的事情 都瞒不过我曹操 何况小小的儿女私情 我问你 你如实说 紫剑是不是爱上了崔丽 主公 怎么会以为三公子他 此前我从未听说过 紫剑看上过什么人 当日夜城 若我曹府者只有孙云和崔丽 孙云呢 又与子文情投意合 唯有崔丽 才情与紫剑相当 崔丽要论外貌也是相貌轻利 说到财情的话 他的叔父也必定是倾囊相授 所以本将军想来想去 也只有崔丽 本将军终于知道 紫剑为何会痛苦 而你杨羞为何又不敢禀报本将军 是因为我早已将崔丽 指定嫁给了紫桓 杨羞 你要知道 那紫剑乃是本将军最心爱的儿子 为了紫剑 我可以重做安排 杨羞 属下在 你去告诉紫剑 就说为父一定会达成他的愿望 糟了 事情越来越复杂了 这该怎么办呢 三公子 你和真姑娘军事 你的臣 你去搞什么 这哪儿 你肯定回家 你去冒家 我跟你说 你这想要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画上的女子是谁 像仙女下凡一样 这 这是洛神 洛神 伏妃 因为我曾经梦见 所以才画下来的图形 三公子 援兵最近也经常梦到一个人 你妙手丹青也帮我画一幅吧 好啊 姑娘梦见的是何人 此人嘛 彩高八都市船迭 君子独播余弦现现 香茅根深繁年 心的山梁 风不天翩 正如我 姑娘说得好 起轩 莫非此人是神仙 神仙长驻灵消殿 他与下凡在眼前 眼前 眼前只有我和你 愿在千里 尽在身边 姑娘何必说小话 必为此间不相依 为什么 闻闻间安有七子 各各皆可谓若是日 轮得应尊多老夫 论平大德更无数 三公子 你如此谦虚 叫援兵敬佩 三公子 你可否有意中人 意中人 茫茫天涯 总会寻得之音 此见心之如水 只想一心为朝廷办事 那三公子 援兵想和你交个朋友 不知道你是否嫌弃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 此见怎么会嫌弃呢 那太好了 我可以经常来看你吗 当然可以啊 不过 我每日公务繁身 可能没有太多时间陪姑娘 没关系的 此见 没想到你有朋友在啊 我来送点吃的 现在就告辞了 此见 你就是在走桃花运啊 德祖 你又笑话我 我倒是很想跟你开玩笑 只是 这件事若是说出来 恐怕没人笑得出来 德祖 何是令你如此慎重 咱们在花园谈论的事情 被主公知道了 副帅知道我喜欢秘结 他若真的知道真相 那也倒好了 可是他偏偏以为 你喜欢的是崔姑娘 也罢 就让副帅去猜吧 此见 此事可关系到你的终身呢 我的终身 德祖 副帅是想将崔莉嫁给大哥 此见 主公对你最为宠幸 他若以为你喜欢的是崔姑娘 他很有可能 将崔莉许配给你 要不再答应 那是不想要的 那是崔莉嫁给你 我人都在其中 也不想要的 如果她怎么回事 我都在这一条路上 就留下了 我会继续 乱来 那是 不想要想要的 这一条路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也知道了 这 这可如何是好 如今之际 只有等他问我的时候 再想办法应付了 可是陈老爷 只要大公子清醒 就会发现小姐已经到了南皮 到时候只怕就走不了了 陈老爷 可不可以想办法 让小姐和子言离开 这倒是个办法呀 只是路途遥远 贤侄女千金之躯 无人陪伴 只怕不妥呀 不 不要紧 为了此间 我和子言上路绝无问题 只是要樊叔父安排 放心吧 要安排你们出去不是什么问题 这样 老夫现在就去想办法 好 告辞 陈老爷请 告辞吧 他果然是真服乔装改办 既然我知道大公子心中所爱的就是他 我绝不会让他们主仆离开南皮 以碎大公子的心意乱 好 好了 你喝多了 没有 人生得意 须尽欢 而在不得意的时候 就更需要 借酒交仇 嘿嘿 哎呀 自欢 你们 那就是 你 我 开酒啊 对嘛 来 大公子 小人敬您一杯 干杯 怕我饮多灰伤身 可见对我情一阵 旧游女王带我饮 微臣在此先谢恩 带你迎接我答应 要向将军讨人情 下官为你煮具有心 三尺亲风花龙腾 大公子为我 好 好 好 大公子威武 大公子威武 好 好 好 威武 好 好 大公子威武 好 好 好 大公子威武 大公子 你喝多了 不要再舞剑了 嗯 子威 你醉了 不要再舞剑了 嗯 你不是贞福 你是谁 啊 是你的女王啊 女王 嗯 只有 真福才是我的女王 滚 陳大人請 姐 秉大公子 陳大人到了 參見大公子 除了陳大人 你們都退下吧 可是我還想陪 下去 不知大公子有何事要我 陳大人 請 請 請 陳大人 喝酒 當公子 屬下酒量甚淺 恐怕不剩酒力呀 嗯 你是怕我這酒裡有毒 大膽 是嗎 陳大人 你怎麼 這麼 不小心呢 陳有罪 哈哈 哈哈哈哈 請 請 坐下喝酒 陳遵命 喝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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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陈大人 你看 这桌上的菜 和我在牢里吃的 是不是一无一样 小姐 喝茶 什么人 去看看 你是什么人 我姓郭 名校 小字啊 女王 女王 取得倒也挺好听的 你认为好听 你觉得好听吗 真姑娘 我 什么真姑娘假姑娘 我家公子听不明白 喂 有道是男女说说不亲 你出去出去 我出去不要紧 可是 你们是不是想让我 把大公子给请来啊 郭姑娘 我不知道 你是何人 也不明白 你来此是何意 你们不需要知道 我的来意 我只是想要知道 你是不是真夫 我 照实讲 你最好照实讲 不然 我可就去请大公子了 哼 等一下 不错 我就是真夫 小姐 子爷 既被郭姑娘识破 再瞒也没有必要了 好镇定 郭孝生平 最敬佩你这样的人了 真姑娘 可否让郭孝 看看你女人的样子 我 Wise 不见 婊子 ography 终于 我 还快 我 记录 吗 我 犊 siete empresas 陈先生 如今乃是初春之计 又不是六月酷暑 你为何汗流满面呢 回大公子 属下已经陪大公子 饮了几个时辰了 大公子一直默默无语 臣不知道大公子的心思啊 臣大人 你是聪明 我 还要紫环依依点破 来 喝酒 大公子 请 大公子 属下奉主公之命前往会合 禁蒙大公子留下商谈 臣内侄在南皮也无事可做 请求大公子允许他们主仆先行离开 内侄 既然你内侄前来 自还我慢带贵客 岂不是无礼 不如叫他前来共同饮酒如何 不可不可 回禀大公子 内侄不善饮酒 大公子就不必客气了 好啊 那不如这样 我就叫吴志来安排 明日让他们先走 多谢大公子 禀大公子 陈大人的内侄不但长得俊俏 而且谈吐文雅 言辞丰灵 既然陈大人要暂留南皮 那也不能让陈大人的内侄单独离开 应该多留一二日啊 这 这不妥吧 陈大人 这有何不妥啊 贵内侄和大公子一样是少年英雄 应该让他们多接触才对啊 对 无知此言有理 陈大人 现在天色已晚 我看呢 就明天 子嬛亲自安排 与陈大人 还有令职共同饮宴 如何 诺 喝酒 大公子请 老 Verantwortung 肥王 不协定 15秒 洁 不雄 义